排隊 排隊的人潮根本看不到盡頭 雖然中間隔著馬路 但民眾依舊有秩序排隊 原來全都是為了領取錢穆 三點多 為什麼要想求這個話太多 因為運勢還不錯 求運勢之後還不錯 你是每年都會來嗎 竟然有人比我更早 你以為是第一個就對了 對啊 因為我住基隆嘛 你以為是應該是很早 結果呢 結果有更遠的人比我更早 大年初四 民族上是銀財神日子 各廟宇都會發放發財金或者錢穆 祝福民眾新的一年財源滾滾 金融城隍廟今年準備一萬份 農年錢穆 所以始終著信徒固定來報到 把現場擠得隨限不通 由於金融港停了一艘郵輪 因此發放錢穆盛化 也吸引船上外國遊客前來朝聖 所以這是第一次在台灣 我經過過後看到這個 所以我要進去看看這個 要知道為什麼他們穿成這樣 我要知道為什麼 你給我這個 所以我必須要考慮 這是什麼 所以這是很好的 很特別是廟方準備翻轉的發財金 然後更特別的是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的金融港停的一艘地中海郵輪 然後我們可以發現很多外國人現在都在排隊 那我相信我們這邊又有請英文的主持人 那就告訴他們 我們台灣成皇廟 金融城隍廟的發財金 帶回去能夠保護他們的財運 然後讓他們未來增一點 能夠順順地提供英文安 金融市副市長邱佩玲 民政兔長張雲祥也來分送 訪運給民眾 希望新的一年金融會更好 很開心可以發開運紅包 希望大家實來運氣都很好 可能還有郵輪過來 又跟財神 相信金融會越來越好 今天是賈成年龍年的大年初次 我們特別來到金融入國 城隍廟來迎財神的活動 我們邱佩玲副市長代表 憲德陽市長 來參與這個一年一度的盛會 現場成千上萬的民眾 準備要來拿今年農年的銀幣 我們叫農幣 希望大家能夠在今天迎財神開運 然後新的農年一年 大家都是心想事成 從擴大發放節目的對象 現場廟方人員也熱舞炒熱 現場氣氛 祝福民眾同年一切順利 記者 黃少民 金融報導 好 紅肉傳 謝謝